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原来赵露丝也有这么漂亮的一面 衣服和短裤都变了,初恋的脸变成了A型 有的时候,女生突然喜欢穿更成熟的衣服,化妆 从年轻的小学生风格转变为成年皇室风格并非易式 汽车老化并不罕见 赵露丝街拍美女,难得摆出皇室风范 短裤背心也成了初恋脸,才发现赵露丝的脸蛋这么美 赵露丝可以找到赵露丝 公司看过很多赵露丝甜美的衣服 这次难得一变,标准的黑色西装外套搭配短裤 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她的风格转变还是比较成功的 她并没有过分辱骂,巧妙地选择了极简的穿搭和一点点妆容 提升了整体的气场 赵露丝的成熟风应该穿 穿衣服首先要有一定的气质 实际的服装单品具有很强的气场 如果你想从学校变成皇家风格 你可以使用其中的一些服装单品 电肩设计,泡泡袖设计,大尾巴设计等细节都可以起到提升气场的作用 一般来说,基本的服装,工作风格的物品,可以用来增强气场,并作为一个不那么迷人的存在 其实在选择办公风格的单品时,越基本越好,不要在不同的款式上尝试改进 确实,很多升级的皮肤和制服,彻底破坏了穿搭的原有作风 变得过于随意或女人味,让你在穿她的穿搭时,不具备强大的气场 选择了最流行的黑色西装,赵露丝巧妙地展示了她的大长腿,搭配高跟短裤和凉鞋 结果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外观,不太随意 事实上,你可以考虑在夏季工作服中携带她 当然,如果您的工作地点没有明确的着装要求,那是最方便的 因为事实上大多数常见的工作地点都适合在下面穿裤子和集西衬裙 着装之十点二,如何挑选有色服装 继续上一个话题,尽管她是一身西装,但如果您选择少女红色或玉透红色的阴影方案,实际上很难穿上坚固的神秘气息 这是因为虽然在大范围内发现了一种阴影,但它对时尚的影响可能比服装本身的形式更大 因此,如果您需要看起来成熟,您需要注意衣服的阴影方案 我可以让你知道的并不是要选择什么颜色,而是实际上要远离什么颜色 红色,蓝色,黄色等许多温和的颜色,在温和的方面是一种替代品,又是一种少女感 因此很难穿出一种强烈的神秘气息 没有任何人想选择深色,因为白色也可以穿出神秘的皇家气息 无论如何,事实是远离所有形式的糖果色温和色调方案要高得多 Roof罩的粉色装扮增加了它整个人的神秘感 着装依旧像大衣时尚的泡泡秀款式一样单品 但高品质的粉红色色调方案的大量附近打开了过多的注意力 因此它具有强烈的皇家神秘气息 到公主时尚 你要知道,粉色也被称为女王的粉色 现在不要再害怕太高调的造型,可以适时穿出伤害造型 穿衣之十点三,过于成熟的服饰小玩意 一些过于成熟的服饰小玩意显然可以稳定你的年轻气质 当然,这种搭配的可能性特别大,所以我个人主张你谨慎测试 比如这张Roof John Mack的造型就比较成熟了,从发型到穿搭 都演示了自己的初恋感觉,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很时髦了 一个更可靠的猜测是选择最轻便的一件过于成熟的服装 并未与之搭配的相反小工具选择一种简约,非正式的时尚 请注意,如果您选择的服装对象太年轻 成熟的时尚小玩意可能会有更多的图案冲突 混合健康的时尚现在也将不再绘画